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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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在整個router裡面 還用到一個很重要的protocol 我們叫做 所謂的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叫ARP 那我們為什麼需要ARP呢 因為我們有說過 這個router本身 maintained了兩個table 一個叫做routing table 就是讓我們看說 好 那你風暴進來之後 我把IP拿出來 然後查表 看看說 這個destination的IP 應該往哪個地方送 可能是直接相連的 就要直接送給 那個直接相連的目的地 那如果沒有直接相連 我要送給另外一個router 那我們說 不管我們要送給這個host 直接送給host 或者直接送給router 我們都需要 這個host 或者這個router的網卡 的位置 就是所謂的macaddress 就是我們 要讓這個host 或這個router 收封包 一定要有它的網卡 因為送封包的是網卡送給網卡 所謂的macaddress 就是網路卡的那個位置 我們通常都會有 我這個目的地的IP 我會有它的IP 可是你不見得會有它的網卡 就是我們知道對方的IPaddress 可是我可能不知道對方的mac 那你要把這個封包丟給這個網卡 你就一定要知道它的mac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知道說 這個對方的macaddress 那在這個標準裡面呢 就是這樣的protocol 就叫做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router裡面 它需要把一個IP位置 就是說我們這個router本身 要把一個IP位置 把它map到一個 所謂的physical address 所謂的mac位置 比如說我們如果要送給一個 真正的destinationhost 或者下一個router 就下一步的router 我們都需要它的macaddress 那我們如果沒有這個macaddress的話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去要的意思 我們就來說 那我們到底怎麼去要到 這個對方的macaddress呢 我們說我們首先 這個我們會有一個mactable 我們說IP跟mac的mappingtable 就是我們要把IP跟這個 所謂的mac要把它 全部把它收集起來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首先我們做一個broadcast的封包 request 就是說我們這個IP的位置跟mac 這個對照的關係 如果不在我們的表裡面 那我們就要去問的意思 那去問本身 就是我們會送一個broadcast 就是廣播出去 因為你要問的對象 都是跟你連在一起的 那跟你不連在一起的 你根本也不需要它的網卡位置 因為它的網卡位置 對你來講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不連在一起的 你就是給router 所以對於沒有跟你連在一起的這種目的地 或者對象 你根本不用知道它的mac 因為你根本用不到 因為你要跟它溝通的時候 你都要經過router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router的mac address 而不是對方的mac 除非對方跟你連在一起 因為連在一起你要直接丟給它 所以你需要它的mac 那不連在一起的 你反正也丟不了 東西也丟不到它那裡去 因為你一定要經過router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跟你連在一起的這些主機 它的mac address 還有router的mac address 我們說你廣播到哪裡去 就把它廣播 廣播上面就帶著這個IP 就是說你現在有一個IP 這個IP可能是router的 可能是某一個host的 但是都是連在一起的 你有這個IP 可是你也不知道它的mac 所以你就把這個廣播出去 廣播就會到router 會到這些所有的host 因為是廣播 大家都聽得到 聽到之後 我們叫做tucking machine 它可以就是說這個IP 就是某一個主機 它的IP跟你要問的是一樣 收到這種廣播 這種request 它就會回應 它回應的時候 就會把它的mac address 就會帶回來 所以這很簡單 就是一問一答 我就問說 這個IP到底是誰的 因為是廣播 每一個都會搜起來看 這個IP是不是我的 那如果IP是我的 我就回說 給我的mac 是這樣子 所以它很簡單 就是用broket去問 然後你就回答 那我就可以有對方的 這個mac address 而且我問到之後 我就把它存起來 我不用每次都問 有問到就把它存起來 當然這個存起來的 這種table的內容 它還是有它的時效性 也就是說如果它沒有 沒有refresh的話 時間到的時候 就會把它清掉 相當於說 我雖然問了一次 但是這個問了一次 它的有效期 比如說是幾十秒 或幾分鐘 那如果不見了 沒關係不見了 你就再問一次 就問一次 這個有效期 是有一個上限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在詢問的時候 到底會帶了什麼樣的資料出去 那我們說 這個就是ARP 這個Pocket Format 我們說 好 我要問 那你這個到底 這個風包 在網路上面看到 是在問還是在回答 我們就叫做Operation 這個欄位 告訴我們說 好 你是要問 還是要回答 好 那我們說 那如果你是要問的話 你本身要問什麼呢 第一個 你必須要把對方的IP放出來 所以我們說這個叫做 Target Protocol Address 這個就是IP的位置 對方的IP 因為我們知道IP 現在是四個by 所以我們說0到3 好 那這是問的時候 那問的時候 你問過去 等一下對方要回來 他要回給你 所以他必須知道 你問的人是誰 所以問的人本身的IP 在這裡 這是問的人IP 然後問的人的Mac 因為他等一下回答的時候 是要送給這個Mac 就是這個 這地方 這是問的人的Mac 所以這個 在問的時候 必須帶自己的Mac 然後帶自己的IP 然後問這個IP 對方的IP 那對方收到之後 他就回 那回的時候 就特別注意到 回的最重要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 這是因為對方的Mac 是放在這裡 然後回來 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 這個欄位是空的 因為我就是要問這個Target 這個Mac 所以問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沒有的 但是回應的時候 他就把對方的 Mac 就放到這裡面來 所以經過這個 一問一答 我就知道對方的Mac 那你有這個Mac 當然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 所謂的ARP的protocol 好 那底下我們再來介紹說 那我們一般的這個host 我們怎麼去讓他的這個IP 或者所謂的Mac address 能夠比較有方便的來設定 那我們說 一個電腦裡面 如果他插了一張網卡 我們說現在大部分的像筆電 或者一般的筆電本身 這個Mac的位置 都已經內建在主機板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插網卡 因為都內建在裡面 好 我們說 這個Ethernet的address 我們說 Ethernet本身的address 也是6個by 48個bit 這種Ethernet的address本身 它生產的時候 我們講 這個網卡生產 或者筆電生產的時候 它就已經放在裡面 就我們講燒入在裡面 所以每一個Ethernet的這個Mac 都有燒了一個這個Mac Address 那我們說這個Mac Address 本身不同的公司 它可以去買 或者說去採購不同的這個 等於說固定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個Mac Address 它在其中的一部分 就代表說這個address 是哪一家公司擁有的 因為它是可以去買的 但是我們想特別說的就是說 Ethernet的address 就網卡的位置 是你的這個設備 或網卡生產出來 出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燒入在裡面了 這是第一點 但是IP的位置不一樣 IP的位置 它是可以設定的 就是我們可以去改的 IP的位置 生產的時候 是都還沒有給的 它是動態來分配給我們的 我們說像每一個單位 都有自己的IP 而且這個IP本身也是全球 就是unique 我們講全球唯一 具有唯一性 可是因為它有一個所謂的 hierarchical的結構 比如說A單位的IP B單位是不可以用 因為IP本身分配是有結構性的 至少說在A單位裡面的IP 到底怎麼給呢 我們說第一個做法就是說 我們用人工設定 我們說現在的OS 基本上都有提供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們用人工的方式 來設定一個IP的address 我們一般的OS 作業系統裡面 都有一個這樣的功能 就是你進到那個系統 那個功能裡面去 你就設它的IP 然後設它的sumname mask 還有你要設你的domain name server 還要設什麼 一個D4 router 因為我們說 每一個電腦上面 我們在送空包的時候 一樣都會是做比對 看看說你要送的對象 到底是不是跟你在同一個網路 如果你要送的對象 是跟你在同一個網路上 你就直接丟給它 如果不是 你就要丟給router 所以我們說 每一台這個主機 都會有一個 都需要一個叫default router 因為我們送的對象 如果不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必須丟給router 所以我們說 會有設定 第一個設定你自己的IP 設定你的default router是誰 然後設定你的 剛剛講sumname的mask 然後設定你的domain name domain name是因為我們 常常在通訊的時候 我們 比如說我們講那個網址 www.多少.多少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我們是要換成IP的 所以我們會去domain name server 去換IP回來 換IP是說我們就來看看 你要送的對象的IP 跟你自己的IP 是不是在同一個直網段 直網路 所以我們就會用 剛剛講那個sumname mask 所以你要送的對象的IP 跟你的sumname mask 先做一個end end的結果 跟你自己的直網段 比比看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 就代表說我們在同一個 所謂的直網段 我們在同一個sumname 我就丟給它 如果不一樣 我就丟給router 這個動作還是相同 但是我們說用這個人工的設定 menu的設定 這個就需要一點經驗 很多人不會設 或者萬一你設錯了 比如說你的default router設錯了 對不起 你就不會通了 你就不會聯網了 你的IP隨便亂改 我們說 A單位的IP B單位是不可以用的 如果你改了IP 改錯了 那你也不能聯網 你就連不出去了 因為router不會把那個IP送給你了 所以這個人工的 或者人為的設定 IP的相關的 IP address domain server 還有你的sumname mask 還有你的所謂的default router 這四個 如果你設錯了 這個網路基本上是不會通的 所以為了讓這個設定這件事情 能夠更簡單一點 就有所謂的可不可以自動 來幫我做設定 我們叫automatic configuration 就是自動的設定 那行不行 如果可以有自動的設定的話 當然對我們整個使用就非常的方便 我們說還好 在這個網路的設計裡面 有一個叫做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一般我們叫dhcp dhcp就是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就是我這個主機本身的這些IP位置的設定 我通通不用自己設 自動的幫我設 這個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叫dhcp的server 有一個server 它就專門負責提供這種所謂的configuration的information 就是假設有一個機器它剛開機 它因為一剛開機它可能沒有IP 也不知道default router 很多不知道 沒有關係 我們跟這個dhcp的server一連線 那server就給我說你的IP是什麼 你的domain server是什麼 你的default router是什麼 你的sumnet mask是什麼 剛剛講那四個要設定的 我就直接跟它要 要來之後就存進去 你就設好了 而且不會錯誤 所以dhcp是現在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個protocol 我們就說 在這個dhcp的這種protocol 我們說至少要有一個dhcp的server 因為我們要去跟它 跟它要這個所謂的IP的相關的設定 是要跟它要的 好 那因為它是一個server 那如果每一台主機都跟它要 都跟它要 它要分配 就是說這個IP是動態給的 所以它手上 它就必須我們講 必須一個pool 它必須有一些可用的IP 比如說100個或者200個 那你要的時候我就給你 你要我就給你 就動態分配的意思 好 那這個動態分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那它分配出去的這個IP 是不是你永久都可以用 事實上在分配的時候可以設定 比如我給你一個IP 你現在需要我給你一個IP 但是我說有效期一天 或者是三個小時 就是說分配出去的IP 它的有效期 也是這個dhcp的server 它來控管 所以這樣才不會說一個IP分配出去 就永久被它用 那這樣我的IP這個pool 一下可能就會用完 那我就沒辦法做很好的控管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運作的模式是怎麼做 我們看這個例子裡面 這個例子說 好 我們在最右邊這邊有一個dhcp的server 有一個dhcp的主機 那我們有一個dhcp的relay 就是幫我們把這個問 這個詢問 這個詢問的需求把它轉給這個dhcp的server 好 那我們就是說 首先我們假設這個筆電 它剛剛開機 然後它用了dhcp 那它會做什麼事 我們說首先第一個 它就會送一個廣播 就dhcp的所謂的request 它叫做dhcp的discover 就是它要找dhcp的server的意思 它會送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一個廣播的 廣播的這樣的封包 那廣播的封包 它的ip位置就是2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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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就32個bit 全部都是1 代表IP位置的廣播 那它廣播就是說 我要找這個dhcp這個server 那我們假設這個廣播送給了這個dhcp的relay 這個relay它就再用unicast 送給這個dhcp的server 這個就不是廣播了 我們注意到這地方是unicast unicast代表說它是指定 是要給這個dhcp的server 它是指定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用了所謂的unicast來送 好那找到這個dhcserver之後 dhcserver本身它就回應 說OK 好我這次我給你哪一個ip 我給你講你的domain server是什麼 你的default router是誰 然後你的sumname mask是什麼 把這個資訊呢 就通通回給這個筆電 好那這樣筆電經過這樣子的一個輪迴之後 就一問一答呢 它就知道了 變成說 剛剛提到 它只要問這個dhcp server 把dhcserver回一個 好那我就得到了 那變成說我這個ip的設定就不用自己設了 那這個dhcp在現在的網路裡面就用的非常的多 你的筆電只要一開機 它就因為很多走無線網路 直接就去想辦法找到這個dhcp的server 然後就會得到一個這個所謂的ip sumname mask default router domain server 就一併就下載進來 這樣讓我們這個ip的設定就非常的方便 好我們就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dhcp 整個使用的這個結果 那像我們看到的這張圖裡面 就是像我的筆電 那我的筆電本身 它用了這個dhcp 然後去取得這個相關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們有 像我的ip的位置在這裡 這個是192.168.0.101 這個就是我用dhcp 我的筆電用dhcp去取得的這個ip 同時也告訴我說 我的像domain server 在這裡 domain server在這個地方 那我的ip 我的domain server 都在這裡面 都會記錄下來 那甚至我這裡面其實還有取得這個ipv6 這是ipv6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dhcp本身 會回給我的 除了我的ip之外 像我的domain server 我的default router 好像default router也都有在這個地方設定 那甚至我一取得的時候 可以取得不只是ipv4的位置 我連ipv6的位置 都可以透過這個動態去取得 所以這個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dhcp其實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protocol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個protocol 叫做icmp 它叫做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就是說它的目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router 在幫我們送風包的時候 可能因為某種原因 這個風包沒有辦法送到目的地 我們知道 因為整個internet本身 提供的我們叫做unreliable service 可能因為風包傳送的過程當中 被干擾然後損毀 我們說或者可能router 它因為我們講它的buffer 因為滿掉了 因為進來的流量 比出去的流量還大得多 所以它就想辦法把它存起來 可是因為實在是存不下去了 它還是會把風包丟掉 還有就是說這個網路 我們的風包在網路上面 可能會不斷地被繞來繞去 我們說這個也有可能 就是我們一個time to live 就是說一個router 處理一個風包 就會把它的值減1 當這個值減到0的時候 就會被router把它丟棄 那還有比如說甚至 我們把一個風包輕輕酷地送到對方 就發現我們那個目的地 那個電腦 第一個根本沒有開機 或它網路根本就斷掉 所以網路上面的確會發生一些狀況 讓我們的風包沒有辦法送到對方去 甚至包含說這個風包本身 我們說風包很大 然後在一個router的時候 它想把它轉到一個比較小的網路 結果發現風包太大 那風包太大它就會做切割 那我們說 可是我們風包裡面 又設定叫做dome fragment 不可切 那不可切又找不到路 router就把它丟掉了 也就是說這個網路 可能因為不可靠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風包 在傳送的過程當中 可能因為種種原因 它會被丟掉 或者說它到不了目的地 這個ICMP呢 它就是把我們發生問題的這個原因 送回去給sender 就是說它本身是不可靠的服務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把風包交到目的地的手上 但是它至少告訴我們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針對每一個就是風包被丟棄了 沒有關係 它不會再重送了 但是它至少告訴我們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也就是說這個ICMP本身 它就是來做這樣的一個protocol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有一些arrow的message 就是發生了問題的意思 這個arrowmessage 我們就會把它送回去給我們的sourcehost 就是說當一個router 把一個風包丟棄 或者是說甚至我們講 風包在組合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個風包會切了很多片段 其中有一兩個片段沒有辦法收到 那這個整個風包還是要丟棄 就是種種的理由 只要這個風包沒有辦法成功的到對方 我們都要回覆一個原因是什麼 我們剛剛比如說 我們說destination unreachable 沒辦法送給目的地 比如說link壞掉 甚至load壞掉 比如說停電沒有開機 都算 好 那我們說我們可能在組合的時候 發生了錯誤 因為我們掉了一兩個fragment 掉一個都不行 掉了一兩個fragment 我們組合的時候就會失敗 那失敗我當然就把它丟掉 那甚至我們說ttl 就所謂的timeflip 它被撿到0 撿到0 就代表說這個風包在網路上面 不斷地被繞過來繞過去 比如說它在裡面迷航了 最後被router把它砍掉了 這樣的話它才不會在裡面 我們說在裡面永遠的繞圈圈 這個被砍掉了 它也會告訴我們說為什麼它被砍掉了 甚至說我們的ip header的checksum 就是送的時候因為有干擾 所以裡面的ip的黑的裡面的有一些子 它壞掉了 那一檢查碼 一檢查就發現不對 這個風包也會被丟棄 像這些00種種的各種原因 我們都是靠ICMP 來告訴這個sender 說你的風包為什麼掉了的意思 那除了告訴我們說 風包掉了這個事情之外 ICMP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叫做redirect redirect不是一個壞事 redirect是說 如果這個router發現說 其實如果你要送到某一個地方去 它有一個更好的路徑 更好的路徑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路徑本身 隨時在那邊變更 那router主動發現說 如果你是要到 你這個風包 如果要到某一個目的地的網路的話 它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路線 被它找到的時候 所以它就會送一個叫做 redirect的這樣的一個風包出來 redirect就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轉向 那我們說 router就會告訴一個sourcehost 說我現在有找到一個更好的路由 那我送一個redirect的風包給你 那你要不要去變更你這個方向的意思 因為我有更好的方向的時候 我會告訴這些host 讓他們可以選擇 有更好的路徑可以選擇 那你才會踢到一個樓盤 但是如果要去遢界 找到一個勁劃到一個公表 去到一個延遇 還有一座 都要發展